周一的早晨,承诺再一次不想起床 阿凯,不想起床呢 那就继续睡,今天不用去上班了 嗯,你去公司后,记得给我请假 贺一帝国,贺子凯来到办公室后,吩咐安林给承诺请假 之后看了下自己今天的行程,就去了会议室 坐在会议室里,贺子凯起初全部的心思都在会议内容里 直到手机震动起来时,贺子凯才分了心思 休息十分钟 说完,贺子凯起身,拿着手机走出了会议室 杨子 凯,你接电话怎么这么慢啊 刚才在开会,不方便见 嗯,我就说呢 怎么了,现在打电话过来 凯,我现在在西港市国际机场,你过来接我 贺子凯突然睁大眼睛,以为自己听错了 西港市,机场,他回来了 在哪儿 西港市国际机场 贺子凯这一下才确定,自己没有听错 一边努力接受他突然回国的事实,一边快速想着接下来的打算 影子的回国,让自己很多事情都措手不及 尤其是诺尔那边 在那里等我,我现在过来接你 嗯,必须是你亲自来接我 不要派人过来接我 要不然,我会生气的 嗯,我处理下手里的工作,马上过来 国际机场出口处,柳自颖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 一边等待着贺子凯,一边玩着手机 直到一个小时后,一阵急尺的刹车声,引起了柳自颖的注意 凯,你终于来了 柳自颖撒娇的边跑边说 跑过去直接钻进了贺子凯的怀里,紧抱住他 贺子凯面对柳自颖这个样子,心里一点激动都没有 只是看了看怀里的人,觉得他是刚回来 而且他的性格一直很依赖自己 就由着他这样抱着吧,抱了很久很久 柳自颖才满足地放开他 怎么突然回来了 想给你个惊喜嘛 如果提前告诉你了,这多没意思呀 学校的事情都处理完了 嗯,要不然我怎么能回来呢 突然,柳自颖双手伸出来,攀上贺子凯的脖子,凑近贺子凯嘴边 凯,我回来了,这次不会再离开你了 感觉到柳自颖的动作,贺子凯的脸立马往旁边侧了侧 杨子,先上车吧 回市区的路上,柳自颖坐在副驾驶上 双手一直抱着贺子凯的胳膊 坐好,这样很危险 不嘛,人家就想这么缠着你嘛 贺子凯转过头,看了柳自颖一眼 心里也比较无奈 客总 嗯,影子回来了 之前让你准备的别墅钥匙和车钥匙呢 安林听到柳自颖回来的消息 第一个心里想到的人,并不是柳自颖 而是承诺 柳自颖任性,做事极端 而且战犹豫很强 如果他知道上司和承诺结婚了 他,会不会对承诺做什么 安林 啊,柳总我在 小别墅的钥匙和车钥匙都在我这里 现在给您送过去吗 直接送到别墅 我和影子现在回别墅 沥水弯盘,承诺睡到自然醒 站在浴室里刷牙时 承诺就觉得胃口有些不舒服 太太,中午好 嗯,兰姨 饭菜我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要用餐吗 坐在餐厅里 承诺等待兰姨端上饭菜来 这才用筷子准备夹菜吃饭 可是看着眼前的饭菜 承诺不知道要吃哪个 尤其是看到荤菜 一点胃口都没有 就在承诺将一口青菜放进嘴里 顿时 胃里的难受直接涌上来 承诺感觉到不是 立马放下筷子 捂住嘴 起身 向一楼卫生间跑去 承诺趴在马桶前 差点把胆汁都吐出来了 太太 您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突然这样 应该是胃不舒服 那我给先生打个电话 让先生陪您去医院检查一下 或者 我陪您去 不 不用给自凯说了 我下午自己开车去医院检查下 应该没大碍 买点胃药就好了 在沥水湾畔附近的一家中型医院里 承诺先挂了消化内科去检查 而医生建议他挂个妇科全面检查下 嗯 承诺 你怀孕了 已经快两个月了 怀孕了 快两个月了 所以 自己肚子里有小宝宝了 是自己和子凯的孩子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一定不能同房 免得出现流产等状况 而且饮食上 要忌口了 辛辣刺激的东西 冷饮什么的 都不能吃 嗯 好的 我知道了 走出医院 承诺无比的开心 第一个想到的事情 就是将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贺子凯 可是 当承诺拨出贺子凯的号码 想了很久 都没有人接 承诺不放弃 继续拨出去 之后一连串拨了好几个 都没有人接 承诺有些纳闷 难道贺子凯在开会 没有带手机吗 承诺想想 随后拨出了安琳的号码 喂 太太 安琳 紫凯呢 他现在和你在一起吗 太太 我们又和贺总在一起 贺总有些事情出去了 不在公司 出去了 安琳 紫凯现在所在的具体地方是哪里 你告诉我 我要过去找他 安琳想起刚才 因为一份文件的咨询 给贺子凯打电话 他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他现在去中央商场 而中央商场是贺一旗下的产业 贺子凯去那边 应该是视察工作吧 安琳是这么想着 但是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贺子凯和柳子颖 一起去中央商场 可是随后想想 柳子颖刚回国 他应该先休息 到时差才是 这会儿不能去逛街吧 太太 我刚不久和贺总通过电话 他说他会去中央商场视察工作 可能他人在那里吧 好的 谢谢你 安琳 我现在就过去找他 安琳手里拿着手机 迟迟没有收起手机 想来想去 机里还是有些不放心 如果万一贺总和柳子颖 一起去中央商场 安琳心里越想越不敢确定 果断打开手机电话簿 播出贺子凯的号 想要给他说下 太太去中央商场找他了 可是手机一直没人接听 安琳打了好几个 还是没人接听 最终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西岗市最大的中央商场女庄区 柳子颖挽着贺子凯的胳膊 正开心地逛着街 子凯 我问你个问题 你要坦诚回答我 嗯 如果我 你还有陪别的女人逛过街吗 贺子凯突然醋眉 完全没有想到 柳子颖会问这个问题 而听完她的话 自己心里第一个想到的人 就是诺尔 自己的小女人 可是 自己好像 没有陪诺尔逛过街 没有 真的 嗯 柳子颖听到了自己想要的回答 满意地笑了 中央商场门口 承诺停放好车才下车 拎着包包迫不及待地 向商场里走去 表情上的喜悦 完全掩盖不住 只是 当承诺突然转移目光 想看看周围的环境时 突然 被一道身影吸引住 此时的贺子凯 正看着眼前的柳子颖 试穿了件衣服 在评价她的穿着 那个女人 是谁 心里很不愿意往一些方面想 承诺尽量地控制自己 内心告诉自己 也许那个朋友 是贺子凯的一个朋友 只是贺子凯在这里视察工作 偶尔见面的 或者 因为那个女人是贺子凯的朋友 她想买衣服 知道这家商场是贺一帝国旗下的 所以让贺子凯陪她 会给她比销售价更低的折扣也说不定 种种想法 出现在了承诺的脑海里 承诺顿时 自己也不知道 要去相信哪一种想法 可是 就在自己还不知道 怎么选择相信哪个想法时 就看到了面前不远处 两个人的举动 柳子颖去试衣间 已经换完衣服出来了 而导购人员问柳子颖 是否满意衣服时 柳子颖点头说满意 随后 贺子凯就掏出了卡 递给导购人员刷卡 而这时 柳子颖走进贺子凯 直接依偎进了贺子凯的怀里 凯 你这算是养我吗 不算 自己这一辈子 唯一只养一个女 那就是自己的诺儿 而现在帮影子付款 只是作为朋友 送给她的一件礼物而已 和爱情无关 那以后 养我好不好 贺子凯没想到影子会这么说 微微低下头 看向怀里的柳子颖 而这些 看在承诺的眼里 非常刺激 虽然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 但承诺觉得 已经不重要了 这样的举动 明显就是男女关系 才有的亲近 男人给女人买衣服 女人在男人怀里示爱 撒娇 这样的关系 还用再阐述吗